你要冰倒一下的 周末一大早冰店开张 老板娘中气十足帮客人点餐 台南国华街上这间八宝冰 银押会冰店是全台第一间 获得必比登推荐的冰店 但是却跟亲戚因为征商标对不公堂 商标店里面的商标 就是本来就是我的名字 都是我在缴钱我在用 他们申请网路的商标 就是叫我们盖章没有坦白的告知 去申请另外的两个网路的商标 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才觉得被骗 所以才会产生告误 台南这间八宝冰银押会 总共三间店 金华店是创始店 国华跟安平店 由三哥三嫂经营 其中国华店获得2023必比登推荐 不过金华店由创办人女儿接手后 除了申请新的行号 也用原本的店名申请了两个商标 就罢得之后提告侵犯商标权 目前民事法庭已经驳回 刑事官司还在进行 不过金华店的创办人 也曾向法官表示 其实他也只想经营金华店 并没有要把商标要回来 也有给他看商标并存同意书 那你不懂商标并存同意书的意思 你为什么要该这样 法官那时候会驳回他们的请求 就是因为法官认为他不是不适知 我们这边是不会再提取告诉 觉得事情就是交给司法 我们就是有法律程序在走嘛 看怎样就怎样 反正还是继续做生意 台南知名创兵 其中国华店还获得必比登殊荣 如今因为商标 情企之间闹上法庭 三连新闻王少宇 灰山台南报道